欢迎来这个Zoom在线会议基础 我是刘潇的 麻烦你们大家收音 不用太吵了 收音 我是营养师 我在三藩市的老年化和成人服务部 做了35年 去年就退休了之后 我现在就和安劳自助署做工作 这个课程是被安劳自助署支持的 两个机构支持这个班 今天的会议有讲不同的知识 第一就是欢迎了 主题我们是讲什么呢 讲如何参加Zoom的会议 很简单一会和你再回复再讲了 然后在这个会议的方式是怎样呢 有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呢 我们可以和你讲一讲 还有就是说 Zoom有什么基础功能呢 你可以用的 最后呢 这些资料就是会 录了音 录了音就是放在 安劳自助署的 网上 这个会议 课程网上 让你可以取回用 这样 接着呢 我们有个问题 和答案 有其他 如果你有其他问题呢 那你可以 赶紧再问吧 这样 最后呢 就有其他的资源给你们 大家可以分享的 那 第一呢 就是说 怎样可以 通过 来 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第一 就是你可以 有两个方法 主要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 去网上 join.zoom.us 这样 这个 你用了这个 邮讯号 你可以 就按下去 它 它就会教你 怎样 怎样 做法的了 那我一会 慢慢 三个 方法 三个 怎样做法呢 我会详细 讲给你听 然后 第二个方法 就是说 可以 就这样点摸 这个会议的 连接 那你就可以 第二个方法 就是很简单的 这样 因为 你们已经 入了 这个 Zoom的会议 你已经成功了 成功了 这些部分 这样 这是很简单的 参加的 成就 这些 入进 这个 Zoom join.zoom.us 第一 就是 如果你 写了 这里 你可以写 Join 这个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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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按一下 这里 第二 如果 他就会 说 你要写入 会议的号码 你可以写进去 然后 你可以写下 你的名字 是什么名字 然后 你可以按 Join 第三 就是说 会议的 密码 是什么 你可以写下去 可以写着 Join 就可以了 这个三个 步骤 是比较难 一些 第二个方法 比较容易 一些 这个方法 就是说 你可以 跟着 这个 Zoom 他 邀请的 那封信 有写着 连续 你可以 按这个 Zoom 会议 连接 这个 连续 那就可以 他会 给你 可以参加的 我现在 就是给你看 一个很简单的 视频 是讲英文的 不过 我那时候 会告诉你 怎样 做法 这些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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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的 email 邮信 他有写着 或者 email 这个Zoom 是怎样的 这条 连接 email 你可以 按住 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按住 这个 比赛 你一按住 之后 它会 带你来 这个 部份 它又写着 Open 如果 已经 下车 的 APP 就可以 写着 可以 开 你可以 按住 Open Zoom US 可以 按住 他就带你来这个会议,你可以参加。 OK。 OK。 然后,其他的功能就是怎样可以看到不同的现图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讲者视图,即是讲者视图。 讲者视图就是可以看到,好像看到我那样, 那幅相片是大幅一些的。 如果你是用电脑,可以看到整个人在那里。 第二个视图就是看到画廊视图。 这个画廊,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多些人, 好像这个图画那样。 如果你是用手机, 手机是怎样看法呢? 你可以用手拨左,或者拨右。 这样你可以看到多些人,或者看到整个人,好像只有一个人在那里。 主人。 这样,如果你是用电脑, 电脑,你就要看电脑。 电脑,你就要看那个上高右角上。 右角上,有个图画在那里。 你可以按那个图画, 你可以转去看画廊, 或者只是看电脑。 OK? 如果你是用的iPad, 这样的方法少少不同。 iPad,它在左上面, 上面,各个角落那里, 有这个图画在那里。 这个图画就是, 如果你按它, 你就可以转的了。 转这个讲者的现图。 如果你再按一按, 就转了。 转去这个iPad, 这样就看到这个画廊视图。 这样就可以看到多些人。 OK? 那你自己可以试一试, 看你怎样转的图画, 看你怎样看到多些人。 或者应该如果是说, 现在演讲我这些不同的知识, 最好就是看那个演讲者的视图。 现在有几个规矩。 我想讲一声给大家听, 参加者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你就可以说自己改名。 你改名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第一次来参加, 他或者给你一个号数, 你不想, 一会很难叫你的号数, 叫你的名字, 你可以转你的名字。 如果是说用的电脑, 这样在你的幅相那里上高, 你可以放你的鼠, 你的鼠, 在你的幅相那里, 它有三点在这里, 三点在这里, 如果你按下去, 它会彈回来, 可以写着Rename。 Rename就是有机会给你改名。 OK? 如果你是用的手机, 或者iPad, 这样你就要不同了, 不同方法了, 你要怎么摸这个 Participant, Participant就是说, 参加者, 就是参加者。 如果你是用手机, 或者iPad, 你可以点摸这个Participant。 Participant就是参加者。 点摸了之后, 它会弄上来Rename。 OK? Rename, 那时候, 点摸这个Rename, 你就可以改你的名字。 OK? 那我们现在可以练习这个例子, 一会有机会给你们, 大家可以练习的。 我想叫你们写你的第一个名字, 第一个名字, 和你的姓名字。 然后, 如果你是用iPad, 你可以写着iPad。 如果你是用电脑的, 你可以写着iPad, 你可以写着iPad, OK? 或者你中文也可以。 或者可以, 然后如果是用手机, 你可以写iPad, pH, OK? 这样就, 我现在给你看一个很短的电视, OK? 视频给你看一下怎么做法, 是用电脑改你自己的名字。 OK? 如果这个手机, 底下有写着participants, 那你按了, 你按了participants, 他就会转到这里的, 这样转到这里, 你就可以, 接着你按自己的名字, 有个箭咀在这里的, 这个箭咀, 你可以按那个箭咀, 他就会, 弹东西上来的, 写着给你, 可以说, 举手也可以, 你可以写rename, 就是可以再转你的名字。 那你选择, 按了这个rename, 这样就, 有机会, 可以就, 给你转你的名字了, OK? 它这个New Screening, 就是你可以再转你的名字。 那你自己打下去了, 转你的名字就可以, 好像你说写公公, 好像你有意会和你的家人, 在这里我可以写着PH, 就是我用的电话, 参加, 那你写了之后, 要写OK, 然后它就会从你转了。 好了, 第二个参加者, 你们可以做这个方法, 就是说, 给你转移, 就是说, 进入课堂之前, 你静音。 转移, 就是说, 我不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那如果你是写着, 你想说话的时候, 你就要按这个Unmute, 就是按了它, 它不会红色, 就是可以说, 如果是红色, 就是声音就是静了, 我不听到你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再按一按它, 那蓝色就会转了, 不会红色的, 或者是白色的。 那白色的时候, 就是说, 你可以说话, 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 这个麦克就是在底下, 左边角落头。 如果是电脑, 这个麦克也是在左边角落头的。 那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谈话, 英文叫做check, 就是谈话或者扭天, 如果是不太中文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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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岁 sont和叩子这就可以了。 bene, issen呢? 灵费了, 你想先换口? 我可以记住。 好吗? 没有在这里, 好吗? 一筒兼効, 我再记住, 既然排成的案件, 都已经日子两年之前之后的。 通过了很多双方 каждый世完全是很同ю, OK,对不起 对不起 OK 其他的方法就是 刚才说了设计如何做法 现在就是详细地 回来说 设计已经说了在哪里找到 如果是手机 或者是iPad 你要写着 3点 接着在这里 按摩之后 它就好像 这里的摩 多一些 接着它有写着 CHAT 你可以按 按了CHAT 它有新的 Panel 在底下的 有写着SENT TO 你可以 看看 给哪个人 每个人 或者是公共的 如果是 寫给其中一个人 这是私人的 信 信息 这样 我们现在可以 如果你有收到信 它底下 有红色的 是可以 可以看到的 是可以看到的 我现在 给你看到很短的 视频 看看 手机是如何用法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这个手机 可以看到 要写着 MORE 按摩之后 按摩之后 在底下 它有写着 SENT TO 你想寄去哪个 通常 它会写着 有这个 战序 在这里 战序写着 EVERYONE 就是给公共大家人 如果不想给大家人 你可以选择 你其中一个会议的人 你想写哪个 你可以选择 在这里 有Linda Lau 在这里 开会 我可以选择 只给Linda Lau 写了 然后你可以 写你的消息 写了之后 你就可以 按这个SENT 要送去这些封信 你按了之后 那封信 就会 你转回来 你可以看到 好像 Hello there 这里 就是说 这封信 已经送去 你可以看到 上个 你送给哪个人 它会写着的 PRIVATE 就是说 这是私人的信 如果你写 EVERYONE 就是个个人 这个是公共的 但是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 现在 大家有机会 可以看一下 看看 是否会 用这个 讨论 大家可以试一试 看看是否会做 另一个会议的规矩 就是说 如何离开会议 当这个课堂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离开这个会议 如果你是有个手机的 手机 是在右上角 它会写着 LEEVE 就是说 离开 如果你是说 用电脑 在右上角 是在右下角 它是写着 END 去红色的 你按这里 你就会离开 会议 在iPad 它的地方是不同的 是在这个 左上角 左上角 这里写着 LEEVE MEETING 就是你按了这里 你便会离开这个课堂 这里是总共 今天我们做了不同的功能 用的手机 或者用的电脑 大家都做了 静音 或者收静音 即是开音 正真 如果是到我们说 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开音 你可以问问题 第二 这个视频 就是你的相机 开或者关 人家可以看到你的相 或者不看到你的相 第三 是说 Chat 就是说 谈话 或者扭天 刚刚我们做了 第二 第四 就是说 raise hand raise hand 或者路 就是说 举手 或者下手 这个主要就是说 一会儿有问题 你参加者 如果是说有问题 你就可以举手 这样我可以 叫你的名字 叫你的名字 你可以问你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多人 你不举手 我不知道太乱了 这样就很难控制 谁说话了 第五 刚才说了 很简单 说了 share screen share screen 开会的时候 好像这些课堂 你就不会 share 你的 screen 不过 如果你是说 和朋友 或者家人开会 你可以那时候 用这个功能 用这个功能 你可以跟他们 分享你的相片 或者是视频 什么都可以 最后就是 第六 就是投票 投票这个方法 就是说 有时候有些问题 主讲者想问你 你可以投票 给我们的意见 现在就是我给你看 这个举手 下手的方法 给你看一看 又是了 你想要 participate 你按了 按了之后 它会弹上来 不同的方法 好像这样 你有两个 刚才我已经做了 re name 就是改名 现在有这个动作 可以 举手 raise hand 如果你按了 举手 那么 它会 有个图画 在这里 好像手掌 举手 这样 我就可以看到 其他人也可以看到 这样说完之后 你可以 下手 下手 就可以 OK 是这样 很简单 是吧 好 那我现在继续 我现在继续 是 我知道有些人 刚才举手 稍后我会和你答案 我现在说给你听其他的资源 以及怎么用Zoom的功能 第一就是说 Zoom 这个帮助中心 这些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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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的 E-mail 那些资料 给你 你会很容易可以 用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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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你到这个中心 那里 所以 不用写 省回你的时间 还有 有时候 那么多东西 不知道写什么 第二 就是说 怎样可以取得这个 帐户 这个Zoom 帐户 这样 Zoom 就是说 免费的 免费 为什么要 参加 或者取这个帐户 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想开自己开会 开这个Zoom的会议 那你一定要有个帐户 才可以做得这些功能 这个帐户是会告诉你 怎样做法 第三 就是说 怎样用Zoom 和开会 或者参加会议 这个 这个是说给 基本的 学习这些基本 这个视频 很有用的 不过是说英文的 第四 就是说 这些图画 这些背景 如果你说 想用这些背景 是好像 比较美丽的 还有 如果你用背景 就是说 不想你看 给其他人看你的家 这么乱糟糟 或者 怎么样 随你什么原因都好 你可以用其他背景 这样 因为每个 电话 和电脑 都不同的 需要 所以 就是比较复杂 但是 如果你是用 去这个 这个 资源 它会教你 如何做法 你自己可以试一试 第五 就是说 如果你说 想没有好的照片 那哪里有呢 那这里 有免费的背景 你可以用的 那你去这个 连接那里 那里就可以拿到的了 第六 就是说 有些人说 如果你想转 你的 用不同的语言 好像说 不想用英文 你想用中文 那这里可以转的 那第六 就是教你的方法 如何转 最后就是说 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 这样就是 规矩 我想叫你有问题 第一 要举手 刚才用的方法 好像我说 很简单说的方法 你举了手之后 我就会叫你 这样叫你 那时候 你就要 开你的咪 这样 就是 unmute 这样 你就可以 说话 因为你不开咪 我就不可以听到 这样 答了你的问题之后 你就可以放下你的手 然后我就叫其他 别人 OK 那现在就是 我想看一下有 哪个人 OK 看一下哪个人有问题 OK OK 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快完成了 我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看将来的 课程表 你可以去美美燃餐的网上 可以登记 这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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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这里 彈走去 就可以报名了 好了 还有呢 今天的 录音 可以就 也会发布 在美美燃餐的网上 给你 可以用 我想祝大家 保持安全 健康 希望 很快就再见到你了 再见